因為這個手術必須要讓心臟停止 把它打開心臟 以往的心臟是只有在心臟表面做一些修復 或是說用導管的方式 比較小心入行 因為這個手術必須要整個把心臟打開 所以必須要把心臟停止 然後用體外循環的方式來 類似耶克姆這樣子 把體能給這個血液的一個正常運作 而且要把體溫下降到28度以下 所以這個是沒有一般的醫院 或者一般的以往的教育教育員 沒有辦法執行的原因在這邊 所以一個手術不是說只有一個醫生可以做 他必須裡面要大概至少十位醫生來去共同進行 而且這個手術非常少 大概十二個小時左右